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五间总结 港股今早谷开133点后 早段一度跌过最多22点 其后走势回稳 恒指组五瘦部23,732点 升36点 未能够站稳在23,88点的水平 指角指跌3点 组五瘦部11,444点 根据央视报导 调查发现 2005年至2012年期间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交而未交的土地增值税 总颁超过3.8万亿元人民币 内逢股今早个别发展 其中榜上有名的中海外跌0.6% 雅居落跌超过2% 早前强势内险股今早部分出现回涛 平保今早破顶后到跌超过1% 财险跌超过2% 至于泰保做好升超过2% 焦点股方面 中石化在青岛的输油馆上个星期五发生爆炸 事件的死亡人数达到52人 受到事故拖累 中石化今早跌超过2% 另一方面 腾讯同国金证券在在线理财方面合作 刺激腾讯股价今早升超过2% 至于人幸实业 今日转折主板挂牌 股价升超过3% 高建1.35% 成交会股份方面 建行亦涉跌0.5% 中五收报6.24% 至于中移动升0.8% 中五收报81.1% 收视后会有3分钟视频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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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